今天班上的監察院 結果表決結果 6比6打成了平手 這代表什麼呢 另外雖然這次沒有過 上次台東縣長曠麗爭就是第二次過的 所以陳聰明是不是還面臨第二次 可能被停止的危機 我們共同來討論 另外行政院已經決定了 軍公教監督 今年聯銅獎金還是1.5個月 可是已經有人講了 經濟不景氣 民間才1.07 軍公教會不會領太多 甚至有人在討論了 阿伯啦 關在北手裡面 他可以領到多少聯銅獎金 三十七萬五千塊錢 會不會太多的 連民進黨有立法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們共同來討論 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貴賓 第二次經濟日報的總主題馬凱 馬老師 你好 六觀眾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藍軒 大家好 胡宗信 胡大哥 還有有名的政論家文嘉 還有沈富雄 沈醫師 大家先來看今天監察院為了陳聰明的彈劾案 開了審查會 監委 李復殿跟錢林惠君 用什麼 第一個 他說陳聰明違反了公務員服務法 跟檢察官的守則 對他提出了彈劾 結果6比6差了一票 這代表什麼 文嘉 我直接回答 我不用法律的判斗 我直接回答 我就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陳總長 身為我們國家司法公權力的一個最高的執行者 他應該比誰都知道 在相關法律規定中的那個邊緣灰色地帶 他知道怎麼在裡面遊走 怎麼在裡面大中取大小中取小 我覺得這是我們國家司法改革跟司法管理一個非常重大的挫敗喔 那這個挫敗我倒不會把它歸罪到監察院去喔 因為我覺得監察院本來他的管理工具就有限 你看他彈劾陳聰明總長是用公務人員服務法 他寄出的條文都是一些抽象的 道德性的形象性的概念 難怪陳總長會大搖大擺的說 請給我一個下台的法律理由 給我一個法律的理由 而不是形象的道德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問題的本源還是要回歸到兩個面向去處理 第一個在法律層面上面 我們對於這種有任期保障的獨立機關的首長 我們尊重他的專業 但是也基於他的專業對國家會有重大影響 所以他的專業必須受到必要的節制 相關的法律必須快快制定 第二從政治面來看 我擔心的是馬總統的司法改革 又在這個地方跌了一跤 陳聰明總長似乎變成是馬總統如影隨行那個魔障跟陰影一樣 講到陳總長就想到馬總統司法改革不利 我覺得馬總統也必須在政治層面上做一些必要的思考跟影響 請教一下馬馬老師 剛剛文家講啊 這是跟馬英九有很重大的關聯嗎 所以人家會認為說司法改革沒有成功嗎 今天這個表決結果可以這樣解讀啊 我想其實全國人民對於檢查總長的看法 都是跟一般公務員是不一樣 甚至跟一般司法人員不一樣 他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他代表台灣司法最高的那個 我們說那個後冠上那個寶石 我們常說司法是皇后的政操 是不容任何玷污的 今天檢查總長如果站在那個最高點 到最後呢 他說只有法律可以讓我下台 他裡面包含一個意義 我們應該知道司法其實是整個社會呢 要斷定是非的最下限 一般人民其實是靠道德來討論他的是非進退 只有到了最不得已的時候才找到罪證 用法律來承擇他 那是不得已的情況 我想一個司法人員是站在最高位階的這個司法人員 他應該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當最高位階的司法人員說 我的一切作為可以不問社會的公平 我只問有沒有法律到時候可以制裁到我的時候 這個法律可能已經不太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 其實經過這個陳水扁這個掌權這八年 台灣是道德淪喪 人心我們說這個不古了 所以其實整個台灣的這個風氣是非黑白的這個倒錯 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這個情況呢有點像是在西漢跟東漢之間的 經過那一場爾與我家的大鬥爭之後呢 到了這個光武中心的時候呢 他漢光武帝上來他頭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中節操 從他自己開始他的以下的百官都以節操 要來扭轉過去這個士風這樣敗壞 所帶來的這個這個這麼壞的影響 所以今天我覺得馬總統上來 其實大家對他期待這麼高 頭一個是認為他是一個正人君子 他是一個守份守法的人 因而希望他能夠扮演漢光武帝這個角色呢 能夠讓台灣的整個這個社會風氣 道德是非能夠由他開始能夠扭轉 但是他之所以受人失望 我想陳松明可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馬老師這個對用馬英九希望他像漢光武帝 這個取取是很高的 可是今天老講的差一點過了啊 6比6也是差一票 如果差一票的話就是被彈劾了呢 當然是這樣講沒錯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解決陳松明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有幾個方式嘛 馬英九出面是一個方式 問題大家都認為馬英九 馬英九的角色適不適宜出面來干涉司法 我覺得這邊本來大概就是存疑存一個保留的意見是爭議的 另外一個監察院是另外一個方式嘛 再來立法院是一個方式 這個陳松明自己求了斷是一個方式 目前這個四個方式當中我坦白講 我覺得最有效的方式是立法院的方式 因為你就監察院來說的話呢 你目前看到工具有限 確實啊我覺得他們記錯了所謂的公務人員服務法 你這邊看第五條 第五條叫什麼念給大家聽喔 誠實 清廉 謹慎 勤勉 不得有交字 貪墮 奢侈 放蕩 賭博 吸食 淹毒等等 足以損害民喻的行為 這個抽象到你怎麼去 老實說他怎麼違反 比如說謹慎行事 怎麼樣能叫謹慎行事 怎麼樣能叫不謹慎行事 你這東西怎麼樣子拿出證據 我證明你有謹慎 我證明你沒有謹慎 你說誠實 很多人說誒這個陳松明可以用誠實這兩個字啊 你千年我抓不到你把柄 好歹誠實啊 你不誠實 你原有去跟民嘴吃飯 你說沒有 問題是去跟民嘴吃飯 不吃飯 這個所謂的誠實與否這部分 我覺得他的情節的嚴重的比例 相對來說好像又不足一樣 這個監察院在今天可以用超過百分之 比如說12比0 就這樣通過了 所以我覺得對監察院來說 你除非在第二輪 你有把握拿出證據來 那我就可以進行第二輪 男軒講到重點啊 今天沒過有六票沒有投贊成票 他最主要是什麼 因為你本來要查說 狀況扁亂重要關係人 前新光醫院的副院長黃黃燕對不對 後來就沒辦法去證實 但目前都查不到說 你確實他跑掉是你通風報信嘛 第二個你確實有講了謊話 可是他們說謊話有嚴重到說 必須要把他彈劾嘛 的確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到剛才那個判斷說 太多抽象性的一些指控 反而會讓真正的具體的判斷會是真啊 就是我們過去對陳總長的很多批評 會流於太抽象性 反而在關鍵時刻 缺乏那個真槍實彈的證據 讓他 我覺得比較難聽說一槍斃命 對不起 所以如果真的要提第二次的話 就要補強 對我就要補強 那剛才馬老師講一個觀念 我自己學品牌 我們常講說就像那個名牌的汽車 他都大搖大擺在引擎蓋上面 貼上一個標誌在那裡 其實陳總長就像那個名牌汽車的標誌一樣 他的背影要告訴他後面的人什麼 請你們跟我這樣做 請你們跟我這樣做 可是陳總長今天的所作所為 雖然我們只用言論去批判他 可是這個言論的批判 已經很清楚告訴陳總長 你沒有那個專業跟道德的資格 去領導全台灣的所有 司法的檢調的人員 你們跟我這樣做 因為你犯了太多的錯誤 光是兩個監察委員今天 用這個樣的有法 雖然不是很明確的一個內容對不對 可是光是兩個人提案 這已經是很嚴重了 那6比6基本上還是只有差一票 現在更重要的是什麼 後面可能像那個礦力針一樣 可能還有第二次的談判 6比6讓我想起足球的PK延長賽 那就再延長下去 等延長賽來決定 那就有10分鐘再延長 其實這個議題啊 2006年媒體展開揭秘運動 因為跟上一次的這個 謝文定的提名啊 這個糾葛 坦白講 4、5年來這個議題是糾葛不清啦 那糾葛不清 就想延長賽繼續下去 我認為這個爭論會繼續下去 第一點是 我很認真觀察今天整個流程 我也問了幾位監察委的意見 第一點是 這件事情的確沒有具體證據 也就是重犯黃黃燕 包括他知不知情 沒有任何具體證據 跟政府說沒有 這是很重要一點 第二點 當這個具體證據沒有的時候 那就回到道德的問題就是 比如說他國會速度說法 不管有沒有跟黃黃燕參緒 或有沒有參加余思宴 變成一種道德議題 當變成道德議題的時候 那跟法律不一樣 那就很多可以伸縮可大可小 很多監察委員的獨立的意見 自由新增就進來了 所以按照這個審查委員會 9到13位監委 只要過半即可以 今天是12位了 那因為這裡面充滿著各種道德議題 就很難一刀切了 那這裡面充滿著機運 還有包括每個監察委員 他的獨立的他的判斷 我不認為陳中文會磨高一丈 我不認為這個說法 那你這個形容我也不 但是他敢去遊說嗎 我看他不敢了 我認為 我認為因為我今天 跟幾個監察委員通過電話 他們獨立心得非常強 而且每個看法不一樣的 那這個爭論我說 其實今天6比6表示說 這個爭論會繼續下去 未來一年爭論下去 第二點是 甚至會影響五度選舉 其實陳聰明辦扁案 這個議題是不是真假 是不是影響選情 坦白講 如果按照沈大老是虛擬議題 但是偏偏 聲然的群眾認為是一個議題 他既是一個虛擬議題 但是一個實質的選票效應 所以這勢必會影響 年底的選票 尤其是深藍選民的動向 第三 我認為 對陳聰明的 羞擬性言論會繼續出現 這不是政論 是不久前 陳聰明控告 李陶恩邱毅 在敗訴的判決裡面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法官 對檢察總長那麼羞擬性言論 那裡面是極盡羞擬之人事的 所以陳總長也不滿 所以這個議題會爭論下去 這個議題爭論下去 會展現在 我不知道李副電委會不會重新啟動 我不知道 包括洪德權為什麼退縮我也不解 很多因素 可以再深究 但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政治效應會繼續發酵 會給特徵組的辦案 乃至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 更大的困難 沈律師 如果在第二次提的話 全部的委員都是要換過嘛對不對 所以第二次 像講說PK大賽的延長賽 誰輸誰應該不曉得 我認為不會有第二次 不會有第一次 我站在藍選這一邊 而跟其他三位來賓的看法 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中華民國是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政 我今天早上看到那個早報啊 我就曉得過不了 你看李福電跟前寧會軍啊 千查萬查查不出 他仲放那個黃岩院的證據嘛 然後搞了一個公園服務法 最可笑的第五條 那個如果第五條 能夠讓陳聰明入罪的話 那真的是天大的笑話 你能夠用那麼虛的 那麼空洞的條文 來處分一個檢察總長 好可不可以沒過 我跟你說 今天我覺得李福電 跟這個前寧會軍 這麼忙了這麼一段時間以後 你手上只有這些東西啊 我要是監察委員 幸虧我沒有進去啦 我如果是的話 我絕對不會提出來討論 更不會要求我的同仁 付諸表決 因為我覺得自取其辱 那如果還有第二輪的話 任何人敢再提的話 那個人更是白白 更是自取其辱 那至於講到 把馬英九的司法改革 跟這個陳聰明的去留 連在一起 那正是天大的笑話 因為上12月5號 藍軍挫敗以後 你看我們節目裡頭 很多人打電話進來 人家輸就是馬英九 那10通電話裡頭 有6通 就把陳聰明又連上來了 我向這裡借這個機會 再告訴我們藍營的朋友 尤其是深藍的 你們真的有夠笨 我跟你講今天綠的藍的 都可以罵馬英九 馬英九萬方要罵 我沒有意見 就是這個東西不能罵 你曉得馬英九的手 不能伸到這裡來 馬英九如果動了陳聰明 你覺得扁慢辦得比較快 或是辦得比較慢 或是辦得比較嚴 或是辦得比較鬆 都有人講話 這個是不能動的 你不動 雖然大家不滿意 要比動 要來得好得多 你們現在到今天 我們親愛的南軍的朋友 你們到今天 還想不通這個道理 神力士不要把我們觀眾罵跑 不不不不 他那邊聽了 我跟你講 我現在這樣講 你就怕我們的觀眾跑掉 你對自己太沒有信心了 太玩笑了啦 我覺得 我覺得 沈醫師的解讀完全錯誤 馬總統的司法改革 當然跟陳總長的去留 成一種聯動關係 你不能講我錯誤喔 你沒有資格講我錯誤 我們各有見解 為什麼我覺得我什麼是錯誤呢 太奇怪了吧 OK 那我的解讀是這樣 為什麼那麼多 不要說藍的選民 綠的選民也對司法改革 充滿了失望 我覺得很簡單來講 與其說 對陳總長的頑看港道不耐 倒不如說 是對我們總統的決心 還是有期待 那你與其說 對扁安的偵查進度 充滿了失望 倒不如說 我們對於我們國家 樹灘的一個體制化的建制 我們充滿了渴望 我覺得是這兩個東西耶 所以表面上是對馬總統罵他 但是骨子裡希望什麼 馬總統為我們司法改革 勇敢去做正確的事情 我覺得才是對 本來就應該批判馬總統 這次上面的作為 不夠充分 不夠決心啊 我認為你是錯的 但是我不好意思講 來 我覺得批判那是言論自由 大家對這件事情 有各自各自不同的一些看法 但我真的重點在於是 我覺得在各個 可能讓陳總明下台的 就大家如果他真的覺得 他不正直 應該下台的一個 包括馬英九 包括陳總明 包括監察院 包括立法院當中 我覺得真正在體制上面 或是在一些道德上面 值得被要求 而且我們要繼續要求的 我覺得第一個是陳總明 我覺得今天看著 監察院的結果 6比6其實我不意外 但是陳總明講這話 我非常意外 而且非常不齒 我覺得你今天 別人看這件事情 他講到各個法律理由 我們今天在旁觀者 去評論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說 哎呀看起來證據不足 所以很顯然在法律 這一關很過不了 問題是你是檢察總長耶 你是我們司法徵召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是上面的一顆 他在皇冠上面這個寶石耶 別人這樣講可以 你自己講說沒有法律理由 所以他你代表 這東西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對自己的要求 我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最低最低的道德標準 就是只有法律 違法了我才不幹 只要不違法的事情我都幹 請問這跟當初提名 他的陳水扁有什麼不一樣 陳水扁當初不就是因為覺得說 道德對我來講 沒有任何的束縛力 我只要不違法就好 而且我知法 玩法 我量你們逮不到我 所以才會演 才會養出那麼一個陳水扁 就覺得陳水扁今天講這個話 非常非常糟糕 真的是不配 如果你是不配 他不下來 該怎麼辦 我覺得立法院 我真的要回到立法院來講 我覺得解鈴還虛細離人 當初什麼時候提名陳水扁 大家不曉得他的盤算嗎 為什麼立法院要通過 立法院通過的時候 親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都去投贊成票啊 他們不用負責任嗎 現在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不用負責任 只要罵就好了嗎 好 去年六月的時候 蔡正元提案了 修改法院組織法 一躺躺了半年 我應該把蔡正元找來齁 奇怪了 這樣子的東西你可以不去在乎嗎 你美國人都可以吵這麼久 你有關於法院組織法 你都已經一讀了 現在二讀跟三讀 你不能夠繼續去做嗎 你不能夠設立一個退場機制嗎 你搞砸的事情 你自己要去收拾 憑什麼要全國的老百姓 跟司法根本來承擔 我要再度站在藍軒這一邊 藍軒講的話非常對 今天陳崇明被你逃過了 你這點點就好了嘛 你爬嗎 還要講說要我下台 把法律條拿來給我 這個是非常的不一樣 我非常不應該 我同聲譴責 我跟你講你今天沒有叫蔡正元來 是很大的不對 蔡正元 不不不你聽我講完 其他可以 不不不你聽我講完 蔡正元在本節目 真的是瞎掰啊 說過哪邊 說我的案子怎麼樣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不會過 為什麼躺在那裡 永遠第三十幾案 第四十幾案 為什麼不會動 我跟你講上層當然不能讓他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案子 事關憲法精神 我跟你講不能動的 好 那都假鬼啦 是不是上層 還是有人在講說 最近最近吵了一些奇怪的 案子啊 所以正式沒有辦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請我們製作單位調一下 今天監委為什麼要提彈劾案 他說收謊是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把畫面調一下 第二個 會有第二次提案嗎 第二次表決的人就完全不一樣 另外十二個人喔 我們要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 快點兒 來吧 還會 還會